你在干嘛呀? 写情书 给我看看 不给 写给谁的 你管我 你刚才到底写了什么 你来银行领钱干嘛 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从今天开始 给我爸妈发工资 感觉你这个红包不太厚 以后努力一点把它给塞满 亲爱的爸爸 亲爱的妈妈 给你们发工资 给我发工资 就留给你用了 你不开心吗? 开心啊 怎么不开心 有钱你 不小心留给你用 那你给回我 反正我干的了活 现在就没缺你那个钱 那以后老了 还给 那全都给老妈吧 我就送出来了 你不要吃醋的吗 肯定不会吃醋的 给你妈也是我的 哦 都是你的 是啊 都是我的 是吗 在家里面的 讲那个科技话干嘛 老妈 嗯 怎么说 怎么说你给这么多钱哦 给多钱你用啊 让你上班不要那么辛苦啊 不用天天晚上加班啊 我上班还能赚到我自己用啊 这个留给你吧 你帮我收的啊 你不收的 到时候我花完也是没有了的 这些钱 那好吧 那我就收起来 嗯 所以就等着你急用的时候 我再拿出来给你呀 我以为你说等我结婚的时候 拿出来给我呀 妈还有这个给你的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一看就是好东西给你吃的 没有我的份啊 那给你一瓶 刚刚给钱你还说不吃醋呢 肯定不吃醋呢 好吃吗老爸 还不错哦 干嘛突然给我们发东西啊 还有好吃的 这是你们的出场费 整天陪我拍视频 到处折腾 也挺辛苦的 没事啊 所以说 给你们安排一点出场费 这样好不好 我也要有好东西是 我 又有钱收 我也要经常出镜 老妈你出镜吗 我 出啊 又有钱收 你真的是给你爸妈出场费吗 是给他们出场费啊 平常他们陪我拍视频 确实也挺辛苦的 你看像我爸 早上上班一天回来 然后中午本来两个小时休息时间嘛 又被我喊来拍视频 她中午又没得休息了 然后又接着去上班 还有我妈也是每次我一喊她拍视频 她都是放下手头的工作 回来配合我 所以说我做什么 他们都很支持我 我也得回馈一下他们嘛 毕竟自己长那么大了 也有点能力赚钱了 所以说不想让他们那么辛苦了 也不用那么省 我很记得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我爸不是去接我回家嘛 然后呢 他刚下班回来 他是很累又很渴的 他平常买那瓶饮料好像是两块钱 然后在经过一个不同的小卖部的时候 那瓶饮料就要两块五 就贵了个五毛钱 他都不不舍得买 那时候我心里就想的是 妈呀就贵五毛钱 我爸都不舍得去买这个饮料来喝 我以后一定要很努力 很努力的去挣钱 希望有一天我自己 就是也还是那句话 不让别人看不起嘛 就这样子 然后努力挣钱 住大房子 开好的车子 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女儿 是他们的骄傲这种感觉